哈囉大家好我是專輯開玩家的第二個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神貓大盜系列的大講習中的 零 那這張卡片大家可以把它視為獸隊的打擊 不過它比打擊更厲害的是它有加秒數 並且加生命已經回復力 所以比打擊還要來的更猛 不過基本上攻擊加成跟打擊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還有兼具腐蝕效果 那我們就一一來看吧 首先是獸隊的生命力回復力有1.5倍的加成 那這個生命力加成有多誇張呢 請看六萬多的血量 你就知道有多狂 這超越龍隊了吧 所以獸隊以後應該是要崛起了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效果是增加兩秒轉珠 那這個目前一線隊伍基本上都有加秒數 好再來第三個就是打擊的攻擊加成 第四個所有扶持兼具其他屬性效果 如果說你多一個獸隊的話 呃上升20%兼具效果最大是100% 所以推估是5個獸隊就可以到達這100%兼具 所以 呃我們這隊 你玩鈴鐺隊長 其實你隊員可以放一個不是獸隊的也是ok 最最多放5個就可以到達100%了 那如果說你拔兩個成員也是ok 所以他沒有限定一定要是全部都是受隊的成員 這個是他蠻自由的一個地方 好那剛剛看到這個超級扯的6萬 但是這個為什麼到6萬呢 因為我們副隊長是加成兩倍的生命力 那我們下部影片會給大家介紹這個副隊長的用途 那呃他當隊長的話 基本上就是跟別人搭配啦 就跟這次大獎 呃暗的或是木的搭配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雙隊長啦 因為有玩過打擊就知道這個加成 如果雙隊長的話就沒有加成那麼幅度那麼誇張 所以還是建議就是單單邊隊長就可以了 好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他的隊伍技能 好第一個隊伍技能是 如果隊伍中多一個6星的神貓大道系列的話 呃受隊競技場的CD-1最多可以-CD-5 所以也是5個受隊的成員 都是神貓大道的話就可以-這個CD-5了 那神貓大道 呃這一次改版 呃三個禮拜有有搶先釋出消息了 他們本身主動技能都還可以再-CD 所以會導致這一隊可以無限開技能 而且我覺得這隊最好的就是 帶這個光的他可以一直炸板 然後整版變強化珠 再加上這個兼具扶石效果 就等於是整版的強化兼具扶石效果 那個等於是非常狂的一個倍率 所以建議一定要帶光的 這火的倒是-火的跟水的倒是不一定啦 那暗的是一定要當作他們隊員的 這個後面會為大家做介紹 好那第二個隊伍的效果是 首回合碰觸的6粒扶石會變成 獸-竹-強化-扶石 所以你首回合6-6粒 就一定要-呃最好是碰觸到你隊伍帶的屬性 像我們這隊就是-光-火-水- 欸這-這無數數都有了 所以就是-呃盡量多碰觸-多一種-多點-多一點的屬性珠 對那這一次基本上都玩雜色都沒有問題的 那純色的話我覺得有點困難 因為本身現在獸隊的成員其實不多 就是-單純的成員光獸就沒什麼選擇 所以建議還是玩雜色 那目前獸隊也比較少巫女有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好用的成員就是那個-蜂梨 蜂梨是非常好用 再搭配上那個-再搭配上熊貓 整個就逆天了 所以建議大家隊員放了兩個 就是一個蜂梨一個熊貓吧 那個-那個-呃倍率應該是比現在還誇張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主動技能 他主動技能也是非常狂 首先CD8有牌珠 這是獸隊的唯一牌珠角色 好再來是如果說隊長跟-戰友都是獸隊的話 全隊攻擊有2.5倍加成 再來是-手批消除-呃他沒有寫手批 所以天降也可以-消除五種符石的時候 五種屬性符石所以新珠不算 你一定要消五種屬性珠 再來是-該回合受傷不死-那這邊沒有寫說-手回合受傷害-而是- 整個回合的受傷害不死-所以像這種連擊盾應該也是擋得住的 這個可能就要等實測之後才會知道 不過-呃應該是-受什麼傷害都會不死啦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他隊員要放在暗獸隊嘛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暗獸隊 他的暗獸隊主要是當隊員做使用 那他會有一個隊伍技能-看這個就夠了-呃三維有1.3倍加成-加2秒轉租-所以原本隊長剛才就加2秒嘛-所以就再加2秒等於4秒轉租-這個轉租時間越來越長了-那-出發條件是-這個當作隊長-以及這個-這個作為戰友-這個或這個作為戰友-所以-雙隊長建議是用暗的-好像比較好-比較厲害一點-所以今天大家可以這樣組-不過-嗯組暗的當-副隊員的話-他血量可能就少一點了-這也是-大家必須去取捨的地方- 所以就依照關卡去放吧-如果-呃-敵方的攻擊真的是超誇張的話-你就可以用阿飄當副隊長-就可以到達我們剛才的-所謂6萬的血量了-大概是這個隊長的-呃一個-介紹-那這一次他的確有幫助到-受隊起飛-那個兼具的感覺-相當上-大獎必備的加秒數-以及-以及他有排出的功能-基本上-非常有一個大獎的-呃架式-而且他的確可以救到受隊-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入手-這麼好用的一個隊長-以上就關於這張卡- -卡片的所有分析啊-如果大家想要看到-更多的神貓大大系列的分析的話-別忘了喜歡影片的-喜歡小鈴鐺-喜歡小鈴鐺-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-就一定先投入你-那我收藏開-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-大家掰掰-